如何在 Windows 11 中备份檔案。 透過啟用檔案例程記錄, 並將檔案备份至另一個磁碟機,避免 Windows 11 中的檔案遺失。 您可以將檔案备份至超取式磁碟機或 OneDrive 線上儲存空間。 您需要使用 Microsoft 的帳戶, 在您的電腦上設定 OneDrive。 若要將檔案备份至外部儲存裝置, 請將抽取式磁碟機連線至您的電腦。 在 Windows 11 中,按一下搜尋按鈕。 在搜尋欄位中,輸入檔案例程記錄。 選取檔案例程記錄, 以在控制面板中啟動檔案例程記錄。 檔案例程記錄在啟動時預設為關閉。 按一下開啟按鈕, 以啟用檔案例程記錄。 按一下立即執行。 開始將檔案複製至抽取式磁碟機。 現在,抽取式磁碟機上將可使用包含所有已儲存檔案的 檔案例程記錄資料夾。 您還可以將檔案備份至 OneDrive。 在 Windows 11 中,按一下開始按鈕, 並從結果中選取設定。 或者您可以使用 Windows 鍵加I捷徑, 進入系統設定。 在系統設定頁面上,選取儲存選項。 從存儲管理區段中,選取進階儲存設定。 在進階儲存設定區段中,選取備份選項。 賬戶設定中的 Windows 備份頁面隨即顯示, 並允許您將檔案備份至 OneDrive 線上儲存空間。 若要從連線至 OneDrive 的任何裝置存取您的應用程式。 請確認啟用《記住我的應用程式》中的開啟按鈕。 此選項預設為啟用。 如果您希望檔案可以在所有裝置上存取, 請按一下《記住我的喜好設定》中開啟按鈕旁的下拉箭頭。 預設啟用密碼、語言喜好設定和其他 Windows 設定的所有選項。 若要停用某個選項,請按一下選項左側的核取標記。 或者,如果您不希望從其他裝置存取您的檔案, 請按一下《記住我的喜好設定》中的開啟按鈕。 將其設定為關閉。 若要在 OneDrive 中同步資料夾, 請選取 OneDrive 資料夾同步中的《管理同步設定》按鈕。 隨即顯示管理資料夾備份。 按一下知道了,已開始在 OneDrive 中同步您的資料夾。 按一下 YouTube 上的播放清單索引標籤, 可找到其他語言的 HP 視訊。 然後搜尋我們的頻道,以找到官方 HP 支援視訊。 到處都則交通傳記素的時候, 以落款你,此為可貴風其它cm的避免嗎? 注意信留下你在一旁把この雁脫術入角給 Denрат了 ao公固定。 你能打算被關閉了oked, 為 legit它測而入使用一些最貫 art dealer caso的可能性。 可惜今天ício是ジ mengノ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